Hello,大家好,我叫莎夏,我是江西中央大学的一名留学生 现在你们知道江西南山48个小时 所有的人在江西做一次核酸检查 所以现在我让你们看看我们学校的安排怎么样 来吧 最需要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学校把学生安排有条例有继续的一个一个做 两个人中间有一米的阻力 特别特别好的方法 因为这样才不会特别的拥挤吧 虽然我是来自外国的留学生 但我不是外人 学校教会了我自己足够的知识 老师和朋友也松伤了我无微不知道的关心 但这个城市生病时 我应该挺身安处 为什么会这样 Berg ز不欠 避养的照片 正是有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